还有男主角 李奥纳多皮卡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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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没礼貌 今天不是来取笑沈姐的 妈妈到底好不好 可能需要更多的关心 是知名主播 沈春华也是有想法的母亲 她接受访问时表示 自己儿子国小前没有零用钱 国中以后一周150元 高中以后调整为一周350元 如果有超出零用钱的花费 她会与孩子讨论商量 这笔支出是不是必要 但她也曾经给孩子买过奢侈品 是一条牛仔裤 那是说好的礼物 但她也告诉孩子说 有多少能耐 才能够有多少开支 这条牛仔裤是因为妈妈有能力买 不是你理所当然应得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